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Fdisk命令和我们DOS当中 也就是Windows当中的手工分区命令 其实名字是完全一样 但是它的用法是完全不同 有千差地别的这样一个区别 那我们今天就来学习 如何用Fdisk给我的Linux新建一个新的分区 这就是F今天这节课的内容 那在Fdisk和手工分区当中 我们会讲这样两个内容 一个是分区过程 就是今天要讲它怎么做 第二个我们会讲自动分区 自动挂载和FSTB文件的修复 这个我们下节课再讲 那现在我们要想先分区 那我们的硬盘现在不够了 因为我们现有的硬盘当中 所有的这个空间都已经被分配完成了 被我们的现在的默认几个 这个这个系统分区都已经占用了 那这个时候 我可能就需要你们 添加一块新的硬盘 拿这块新硬盘来进行分区 诶 讯息的好处啊 就是只要你的真实机 硬件空间足够大 你想添加多少块硬盘都可以非常方便 但是小心你的虚拟机必须先断电 如果是在开机状态 这里硬件是不能进行添加和删除了 这个也很正常啊 我们的真实机其实也是这样 所以先断电 然后呢 我们可以单击虚拟机选择设置 在这里选择添加 添加的是谁 选择硬盘 下一步 剩余的所有的内容都是默认 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 当然这块注意 我们添加的是斯卡斯硬盘 下一步 给我的硬盘 添加多大空间 这里我说了 其实不用管你的真实机硬盘 还有多大空间 它是实际占用多大 就给多大 不过20个G确实有点大 我们只是做练习 那我就给10个G吧 下一步 给你的硬盘起一个名字 不理它 完全谋认 确定 好了 看 这是原先的20个G的老硬盘 这是我们刚刚新添加的10个G的新硬盘 只要点击确定 这个新硬盘 看两块硬盘 就已经添加完成 就这么方便 然后开机 把我的Linux开机 让我的Linux呢 看看是不是可以正确的支持我的这个硬盘 就可以了 好 开机 稍等片刻 稍等片刻 在开机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幻存片上使的就是这样一个命令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需要使用Fdisk-L命令 来查询一下我的新硬盘是否被识别了 我们前面查询U盘和移动硬盘是否被识别都是使用的是这条命令 所以啊 它的最主要的作用就是查询系统当中有多少可以被识别的这个硬盘 包括U盘 转盘都是一样的 那现在少等片刻 我们Linux现在 虽然现在6.3已经升级 它的功能更强大 软件更多 但是它的启动速度可确实要比我们散通S5.5比较快得多 这里有超哥需要先给他改个IP 为什么 我们原先的这个IP 我们整个这个这个现在这个实验室的这个IP地址网段发生了变化 前两天我们上课都是零网段 那今天呢它变成了一网段那没有办法我们改一下IP 这个我们就已经讲过了改完IP我们需要来重启一下网络服务 来重启一下网络服务 然后呢 就可以我们使用远程工具来进行连接了 使用远程工具连接这个默认的0.156就不能使用了 这个时候我们要不然新建一个要不然点击它右键选择属性 在这里把他的连接名称改成1 SSH2里面也把他的IP改成1.56 点击确定 点击连接 好了输入正确的密码就可以连接了 哎 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换了IP啊 好了 换了IP之后呢 我们需要先用FDisk-L 查询一下我们的新银盘 是否被识别了 大家可以看到 SD是我们的原先老银盘 20个G的分了这样几个分区啊 模任 那这里呢 SDB新的10个G的硬码已经被识别 而且它里面没有任何一个分区存在 哎 没有分区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可以再做新的分区 简单说一下这条命令的输出吧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里指的是SD总共有这么大 换算成字节是这么多 然后呢 我们总共有255个磁头 63个扇区 每个扇区有多少个柱面 有这么多 其实这里不用理 然后呢 我们这里再看 我的SD1 从第一个柱面到第26个柱面 大小是这么大 这句话的意思代表 这个分区并没有把硬盘使用完整 也就是说还有剩余空间 然后剩余空间分了SDR 然后分件系统是Linux 这里有个ID Linux通过ID的方式来识别 我的Linux的这个分区到底是什么 Linux的标准分区ID是83 那么在这里 SWARF分区 也就是交换分区 它的ID是82 扩展分区的ID是5 我们待会用FDsq命令 是可以看到这些ID 我们这里先看一下 那现在可以看到啊 SDB已经识别了 但是没有分区 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 把SDB分一个区 它的命令非常简单 还是使用FDsq命令 后面去写第一位下的SDB 超哥每次讲到这 都要问我们学员 这后面是SDB几 有人就猜了 一 五 六七 反正猜什么都有 各位 超哥说 这里写几都不对 这个数字的意思 代表是我们的分区 我们现在这块新的硬盘 还没有任何分区存在 只有当我的分区完成之后 后面才会有12345这样的数字 所以这块只能写 第一位SDB 小心啊 我们初学者非常容易在后面 莫尼奇妙果加个音 那样的话肯定会报错啊 所以 我们这里可以执行的命令 FG4和DV下的SDB 好了 这就是我们Linux当中 FG4命令的提示符 这里说 NM可以看它的帮助 那我们按下 他默认支持这么多的选项或者命令 那这些命令呢 都是英文的 没关系 超哥在书里边 还有幻灯山里面都有这样的表格 告诉大家这里面是什么 其实最常见的就是这样几个 看 D删除分区 M显示帮助 N是新建分区 还有一个 就是L 显示我的文件系统的这个分区类型 显示文件系统分区类型 我们说了82是SWAP 83是Linux分区 NT可以改变它的分区的这个ID 指的就是这个 L是查询它的ID是什么 如果我想把某一个ID改掉 不让它使用默认的83ID 我就可以NT手工去写 只要知道 还有W是保存退出 保存退出 把你的只有MW保存退出 你的分区修改才会进行保存下降 如果是用的Q 它代表你的选择不会做任何保存 你的这个选择全部都会失效 好了 知道这几个其实就可以了 还有一个是要说 还有一个就是P 它的作用是显示你系统当中有哪些分区 咱们试试 现在我们都知道了 这里 这里 如果你敲错了字母想删 你发现啊 N推个键是删不掉 这个时候要小心 需要按住Ctrl加推则键才能删掉 按一下P 就能看到 其实P打印 跟我们的这个 Fdisk-L看到的结果是一样的 没有任何分区 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 先用-L看一下 我们有哪一些可以支持的分区ID号 这里我说了83 83是我们的Linux标准来期 82是slop分区 而除了这些还有这么多 当然这是16定制的 所以最大可以识别到FS 那好 我们现在就要给我的STB 看我刚刚就是给STB 是不是在做分区 STB 那么给它新建一个分区 那新建分区很简单 N建 所以说 他会问你 你新建的是扩兰分区 还是主分区 那我们说 主分区最多只能有四个 扩兰分区加主分区最多有四个 扩兰分区最多只能有一个 那现在 为什么没有逻辑分区呢 原因很简单 逻辑分区要得等 扩兰分区建立成功之后 才可以新建的 所以啊 这里NP 我的意思是 先建立一个primary 真正的主分区 他默认 他问你 你的分区号是多少 哎 我们说了分区号1234 代表的是主分区 所以任意选一个 超哥请请大家 这种分区号 包括我们分区的时候 最好都不要跳开 留一个分区号 或者留一段硬盘空间 从后面开始分 这样的话 我这个线 预留下的这个分区就很难处理 所以请大家挨置顺序来分 所以先从1开始 然后问你 我的整个硬盘有这么 1到1305个柱面这么大 其实大家就可以理解为啥 这里可以理解为啥 我的一块硬盘 系统呢 把它当成一个柱面 一个柱面 一个柱面 一个柱面来保存 他指的就是 你的分区是从第一个柱面 到第几个柱面 用来指定分区大小 那第一个柱面 那就是说从头开始 后面会让你选 到哪一个柱面结束 那么用来指定分区大小 那也就是说 这里 他这里是说 从哪一个柱面开始 看first 最大 就是除七十柱面 默认是从第一个柱面开始 我说了 硬盘分区最好不要跳开 所以请挨着 从第一个开始 我直接回撤 就使用第一个柱面 这里是说 last 这个三列 让你告诉我 这个中指柱面是哪里 如果默认是1305 这样的话会把十个G 整个分成一个分区 但是我们说 我们拿柱面来换算 这个分区大小 非常不符合习惯 所以他是支持看 加号 要打加 要打加 后面写范围或者数字 跟k照 用这种方式来用我们习惯的字节的方式来分区 那这个时候看 我加两个G 也就说 我的SDB1这个分区分两个G 回撤 这个分区就分别分车也完成 看 P一下 SDB1就有了 从第一个柱面到第262个柱面 这是他自动换算的 大小是基本上两个G 当然 他的这种换算方式 稍微有些出入 所以我这里虽然写的是两个G 但是基本上类似的 ID号是83 系统是0 那我们分了一个主分区 那再分一个扩展分区看看 再来分界 按E界 回撤 让我选扩展分区的号 那我们刚刚1已经用了 那么就用2 这时候是说 扩展分区的起始柱面 然后扩展分区的中止界边 中止柱面 我把所有的这个分区都分成扩展分区 直接回撤 那也就是说 我的一个硬盘 我把第一个分区分成主分区 把剩余的空间都分成扩展分区 然后在里面再去划分逻辑分区 我的思路是这样的 所以 我现在把所有的分区都分成扩展分区 这时候P一下 SDB SDB就用了 只是SDB它是扩展分区 它的ID号是5 那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再新建分区 就会发现出现了L 一个一个往后路 起始柱面263 也就是紧挨着我们刚刚的扩展分区的第一个 那就默认就用它 那大小呢 还是分两个G 这时候P一下 大家就会发现 有SDB主分区 大小两个G SDB 整个剩余所有的空间都给了SDB 作为扩展分区 SDB 第一个逻辑分区 看 这两个起始柱面是一样的 那也就是说 逻辑分区是在扩展分区里面分的 大小两个G 这样我们的FDisk的分区就已经搞定了 那么这个时候 大家需要注意 我必须保存退出才能生效 那么 按W 回撤 保存退出 注意 这里 其实非常正常 直接使用 但是有些时候 如果我的文件的分区表正在被使用 那这个时候保存的时候 它会提示我 需要必须重启的证损 才可以进行下一步 那重启一面非常浪费时间 我不想重启 怎么办 要求大家可以强制使用part proper面内容 让我的系统 把分区表重新读一 那也就说 其实现在 在这一步 其实不必要执行这条面内容 因为分区表是空闲的 没有被占用 但是有些情况下 比如说我分完区再保存 再保存一次 它就会提示 分区表正在被占用 你必须要重启 才可以继续下一步 这个时候就比较麻烦了 重启比较麻烦 我们就可以执行part 不要的命令 让他强制把分区表重新读一 避免的重启 那这句命令 虽然在这里 可以选择不用 但是超哥说 我们为了简化 或者说我们为了告诉大家一个标准方法 你们把这条命令给我记下 当成分区之后 必须执行的 所以在这里 虽然没有必要执行 但是超哥还是执行一下 partner broby 哎 养成习惯 我们的这里 所有都有 他会有一些简单的报错警告信息 这些警告信息是正常的 不用理他 他只是说 他想以读写的方式打开光盘 那光盘我们只知道 只能用指读 所以不理他 这是正常的 好了 他的broby会把整个文件的分区表全部读取一遍 接下来呢 就可以格式化我的分区了 哎 我们现在啊 其实可以用FG4 刚来了 看到 SDB分了SDB1 和SDB5 SDB5两个分区 小心 SDB2是扩展的分区 他既不能格式化 也不能显入数据 曾经有人在论坛上问我 哎 超哥怎么格式化这个某一个分区报错呀 超哥可能当时也比较粗心 没请进去看 哎 我说你把格式化命令打错了 我给你敲个命令 你来敲 他敲完之后回起 他又说还是报错了 仔细一看 他格式化的是扩展分区 当然会报错 我们一直说 扩展分区唯一的作用就是在里面包含多几次 他不能格式化 也不能写入数据 所以啊 我们这里格式化 可以格式化SDB1 可以格式化SDB5 但是不能格式化SDB2 因为SDB2是 我们的扩展分区 使用的命令是MKFS 其实格式化命令是 还有其他命令 那这里我们就用最简单 然后用杠器 后面跟我的文件系统类型 DXT4 把SDB1格式化为DXT4 这种文件类型 咱们试试 MKFS 杠器 DXT4 格式化 DV下的SDB1 回车 好 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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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大堆的提示 其实我们说 格式化是不是就是打入隔断呀 主要在干嘛 把你的数据块的大小定义成指令大小 诶 默认是4KB 默认是4KB 然后呢 把整个分区都写成整大小的数据块 然后呢 建立安定的列表 然后呢 用来保存数据 这就是格式化最主要的作用 那格式化了SDB1 再格式化SDB5 过程是一样的 这样的话 我们的格式化就完成了 最后一步 只要创建挂载键 然后把分区挂载上就可以了 那也就是说 哎 我们试一下 MKFS 挂载键我们已经说过了 只要是一个建立好的空目录就可以 但是我们系统现在默认的目录没有空的 那这种情况下 我就在根部下创建一个新的目录 Disk 用来Disk1 用来待会挂载我们的SDB1 Disk5用来挂载SDB5 这种情况下 我们接下来就可以了 MountDV下的SDB1 把它挂载到根下的Disk1这个目录当中 好了 然后呢 MountDV下的SDB5 把它挂载到根下的Disk5 没错 两个分区就已经挂载成功 用Mount命令 能看到这两个分区 已经挂载成功 各位 使用Fdisk-L命令 只能看到这个分区是否被正常分配 但是不能知道这个分区是否已经被另一个字挂载 要想知道它是否挂载 要不然使用Mount命令 要不然 要不然使用Mount命令 要不然可以使用DF命令 看 SDB1 SDB5也都有了 而且只有4%被夹用 DF可以加杠H 杠H算了不加 就这么说 它就可以看到它已经正常设计了 Fdisk是能看到分区正常分配了 但是Mount命令和DF命令 才能看到这个分区是否被正常挂载 好了 分区的整个过程就是这样 非常简单 只是我们这个分区每次重启都需要手工执行这样的挂载命令 才可以挂载 那也就是说一重启分区就会丢 必须重新挂一点才能有 这当然不符合我们分区的使用习惯 所以我们的分区应该可以实现自动挂载 那我们下节课来讲我们分区的自动挂载 那么这节课内容就是这样 这节课我们讲了Fdisk命令的分区过程 其中进去之后它有一个自带的Fdisk交互界面 我们可以在这里N件新件分区 新件分区的时候P代表主分区 这个E代表扩展分区 L代表逻辑分区 但是要注意 在分配逻辑分区之前 扩展分区必须事先分好 才会看到逻辑分区L这个选项 L这个选项 然后呢分完区之后保存确出 需要执行PostfulRobby命令 把我的分区表整个强制重新读一笔 接下来只要用MKFS命令 重新格式化 然后挂载就可以使用分区 其实不难 过程就这么简单 好了 那我们这节课的内容就是这样 我们下节课再见 如果你想和我交流Linux学习的问题 可以登陆兄弟联官方论坛 你就可以找到我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如果你想获取Linux的更多学习资料 请关注西说Linux的微信公布帐号 你就可以找到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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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面团 惹很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